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樣要來跟各位分享翻國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我們這次要來討論的是 SP武將雷霆趙雲的角色介紹 那因為官方已經確定會在5月1號正式開放SP雷霆趙雲這隻武將 所以就想說提前來讓各位知道一下 這隻武將到底有什麼樣子的能力 那當然也有很多玩家詢問 所以我才想說要拍的啦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好那雷霆趙雲他是一隻突擊新的武將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技能組吧 首先是普通攻擊 那效果是會對敵方單體造成物理傷害 但同時會獲得一點龍魂值 那這個龍魂值等等我們會介紹到 接下來是怒氣攻擊 那他的效果是會對敵方一列敵人造成168%的物理傷害 然後重點是這個技能只要造成的傷害 有達到雷霆趙雲本身最大生命值的12%的話 就會獲得一層不可被驅散的龍靈效果 那這個龍靈效果會讓最終傷害和爆擊傷害提升18% 重點是最多可以疊加7成 持續到戰鬥結束 等於這個效果最多可以讓雷霆趙雲獲得126%的最終傷害提升 跟爆擊傷害提升 這個能力是真的非常強的 目前的台服還沒有任何一隻角色 可以像他一樣提升兩個屬性 然後都達到一倍以上的效果 所以是非常強力的一個怒攻 再來要介紹的是 只有魂將也就是sp5將 還有的sp技能 那技能名字叫雷霆天罰 會消耗3點龍魂值 然後可以攻擊敵方全體 造成126%的傷害 重點本次攻擊會附帶50%的最終爆擊率 然後攻擊之後雷霆趙雲本身會進入龍魂狀態 並且獲得一層龍靈效果 然後除了雷霆趙雲以外 我方全體武將都會獲得一層龍盾狀態 那他的龍魂效果就是 怒攻時會失去雷霆趙雲當前生命值15% 但必定命中必定暴擊 無視閃避效果 重點不可被驅散 會持續兩次怒攻 這就代表著雷霆趙雲接下來怒攻是100%會命中 而且會暴擊 雖然會損失雷霆趙雲本身15%的血量 但這樣就能確保他一定可以打到敵人 而且是傷害非常高的一個狀態 好那接下來是龍盾效果 這會讓單次受到的最大傷害 不可超過最大生命值的20% 然後不會被驅散 該效果 每發動一次時會消耗一層 這樣就代表我們的隊伍可以受到很好的保護 因為對手的單次攻擊 都不能超過最大生命值的20% 所以 基本上 對手是沒有辦法秒殺掉我們的武將的 而且這個效果不會被驅散 所以一定能保護到 那魂匠跟一般武將最大的差別 首先就是這個SP技能啦 因為這個SP技能 就是SP武將 魂匠才有辦法獲得的 並不是說 SP武將開放之後 一般的武將也會開啟這個效果 並沒有 就是只有魂匠才有辦法的能力 所以大家才會說 為什麼魂匠會這麼強 是因為一般的武將沒有這種效果 那再來是被動方面啦 一個是最終傷害提升16%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攻擊力 上升24% 那魂匠跟一般的武將不同的是 一般的武將會有五個效果嘛 然後魂匠這邊的話就只有兩個 但只有兩個也是比一般的武將還要強很多就是了啦 再來是UR覺醒之後的效果 那魂匠UR之後 是真的超級無敵強 好那我先跟魂匠說一下 因為UR覺醒之後對不對 雷靈趙雲怒攻時 會有50%的激勵 施加一層白龍監獄 持續兩個回合 那他的效果是 對手普通攻擊時 造成傷害結果會下降50% 然後持續兩個回合 再來當雷靈趙雲是 龍魂狀態時 會升級成黑龍監獄 那這個黑龍監獄 會附帶額外效果 怒攻造成的最終傷害 降低25% 持續兩個回合 也就是說UR覺醒之後 雷靈趙雲在怒攻的時候 有50%的機率會賦予對手 白龍或是黑龍監獄效果 那這樣對手在普通攻擊 或是怒氣攻擊的時候 都有機會降低傷害 那這個效果也是相當強的 再來三火覺醒之後 火方任意武將的生命值 首次低於75%和50%時 注意這邊是首次喔 然後就會為該目標施加一層龍盾效果 那這個龍盾效果就是剛剛提到的 每次傷害不可超過最大20%這個效果 然後重點來了喔 這是超級重點 當雷霆趙雲以外的我方武將 每失去一層龍盾 雷霆趙雲就會獲得一層龍盾 並且恢復500點怒氣質 所以只要隊友的龍盾被打掉 雷霆趙雲就可以拿一層龍盾 而且會恢復500點怒氣質 那怒攻節奏變得很快 就可以盡早疊滿怒氣攻擊的龍靈效果 所以他能保護隊友又能保護自己 還能加快怒攻節奏 因此雷霆趙雲覺醒之後 是真的相當厲害的 最後無火之後對不對 雷霆趙雲每次發動怒氣攻擊時 會額外提升15%的無視防禦 然後如果目標目前處於白龍監獄 或是黑龍監獄狀態的話 則該效果會額外提升15% 然後如果雷霆趙雲自身處於龍魂狀態的話 則該效果會額外提升20% 那這樣雷霆趙雲的無視防禦力 就會變得相當誇張 所以雷霆趙雲有沒有覺醒 他的強度會差距的非常大 那幻武方面我之前有提到過了 不過還是介紹一下好不好 就是雷霆趙雲的幻武 是雷霆趙雲的幻武 我們趙雲使用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如果抽一般的趙雲幻武的話 等於趙雲是無法使用的好不好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想說 要抽普通趙雲的幻武來給雷霆趙雲上 這個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啦 再來是羈絆效果 那魂降的羈絆叫做龍魂羈絆 他會有兩個可以選擇 但是我們只能選擇其中一個羈絆來生效而已 就是這兩個只能選擇其中一個來發動 那下面這些被動羈絆當然就沒有差了 全部都可以發動啦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雷霆趙雲的羈絆效果 首先是雷霆趙雲跟法陣同時上場的話對不對 這樣雷霆趙雲會提升15%的暴擊率 然後偶數回合開始 雷霆趙雲會獲得2點龍魂值 和500點怒氣 然後從第二個回合開始 對上回合對自己方造成傷害最高的單位 施加標記 雷霆趙雲的怒攻 就會優先選擇標記單位為目標 然後對標記單位造成傷害結果提升15% 並且施加白龍監獄或黑龍監獄的機率提升至100% 那這個只要法陣一星就可以發動了 好那這個效果就是 我舉例一下想要對方是衝鋒姜好了 那姜維是3個回合打最痛的角色 那這時候我們如果是用法陣羈絆的話 雷霆趙雲的怒攻 就會優先攻擊姜維這隻武將 而不是同一列而是姜維那一列 然後黑白龍監獄的效果也會提升至100%啦 那這個能力對於那種只有一隻主力輸出的隊伍來說算是蠻傷的 因為只要誰打了最痛 雷霆趙雲就會優先攻擊他 所以當台服開放之後 那種只有一隻主力輸出的隊伍可能會遇到麻煩的地方 但畢竟還沒有開放所以我也還不確定 好那接下來是跟諸葛亮一起羈絆的話 雷霆趙雲他就會提升12%的傷害 然後戰鬥開始時 雷霆趙雲本身會獲得3點龍魂值 然後會免疫所有怒氣降低效果 例如怒氣無法恢復 和怒氣恢復速度降低 這些都會直接無視掉 然後敵方每次怒氣攻擊時 其他敵方單位怒氣就會下降50點 那你跟諸葛亮一起羈絆的話 就代表你開局就可以獲得3點龍魂值 直接使用龍魂技 然後也不用擔心怒氣的問題 因為你會無視掉所有的防禦 那如果你們是想把雷霆趙雲當作主C來培養的話 這個效果其實就還不錯 然後而且也能控制對手的怒氣 因為對方只要有一個人發動怒攻 那其他單位就會下降50點 這算是還蠻可怕的一個效果啦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你這兩種效果 你只能發動其中一個而已 不能說你帶法陣又帶諸葛亮要發動兩個 沒有辦法你只能選擇其中一個來發動而已 那以上就是雷霆趙雲這隻武將的角色介紹 如果明天有空的話 我也會跟各位介紹說 該怎麼獲得雷霆趙雲這隻武將 還有他登場時的獲取方式 跟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希望這次的影片大家喜歡 我是雞腿 我們下次見 掰囉